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郑宝钦 他当然持续的在出招 那面对民进党对他扬言说 应该在十天内他就要被开除党籍了 不过他现在是不会退选 那同样他也不会退党 那要怎么处理就交给你们吧 但是他是欣然接受的 延民哥之前很多人在讨论说 郑宝钦就登高一呼之后 他的外衣效应到底还能发挥多久呢 还是很快就被边缘了 你怎么看 讲到桃源 桃源这次其实 我想郑宝钦委员 他毕竟是个老派的政治人物 他对于这一次 当然你可以看到 比如说四叉猫 四叉猫今天就出事了 就是他拍这个 陈时中的这个竞选广告 上架不到这个三个小时 影片就先下架 然后把这个陈时中 偷窥的这个片段 把他给拿掉了 所以我在想 其实像郑宝钦委员 他会去提告这些人 那他当然都是 也都收正完成了 那这些人说他可能有的是说什么 那什么厂商没付钱啊 有的是什么 说他是中共同路人等等 我觉得就是跟 这个我们就回到第一个题目 就跟曹新城先生 他用言论去羞辱 这个小朋友小记者一样 是你言论的责任 你就要负起来 你敢指控人家拿谁的钱 是什么匪台 你就得要负起相对的硬的责任 所以郑宝钦委员他当然一定要告 而且呢他也必须要告 他这辈子他从政到现在 他不会想到有一天 他会被抹上中共同路人的这个标签 所以而这也某种程度也是象征了 民进党对于郑宝钦参选的焦虑 郑宝钦参选当然 你说他能拿多少票 我觉得这个都还带观察 但是呢都不要忘记 他再怎么样 他是一个在桃园扎扎实实服务了 30年的 30多年的一个正式人物 那他在桃园 他的人脉 他的这些组织 他有一个妇女会 他是有一个妇女会组织 动员再怎么样 如果今天用所谓的组织动员 他少说这个几千人是没问题的 那你说这个最后拿到多少选票 那就是另外要来观察 可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地方型的正式人物 民进党会用到这么多招 又要把他抹红 又要说他这个 用这种比如说厂商没付钱 这种没有付给厂商钱 这些有的没的 在他登记参选之前 一招接着一招打 那你就知道 民进党急了嘛 就知道桃园的选情 民进党真的经不起 郑宝卿的分裂 那杨明哥对于这个梁文杰 这样的说法 他就说 因为郑宝卿的参选 所以呢 他其实就是因为郑宝卿 形同跟敌人手拉手 在攻击民进党 所以那一些民进党的票 反而会因为他全部收回来 所以他评估呢 本来还没有这么高 不过由于郑宝卿 近来变四卡都的状况下 梁文杰说 郑宝卿的胜率高达有六成之多 没关系啊 反正这个都会存 现在你讲的话都会存档啦 11月26号那天会揭晓嘛 我们就等着看 这个其实像我 像我最近跟一些这个 就是媒体人啊 或说政坛的朋友 很多人都说 你怎么看这次选战啊 哎呀谁会当选啊 我会跟他们讲 这次很难估 这次很多地方 真的不到最后关头 你很难估算 那民进党很乐观很正常 为什么 他总不能对外讲说 哎呀 郑宝卿参选我们很惨啊 我们完蛋了 总不能这样嘛 他是一个自己的这个阵营的 梁文杰是自己阵营里面的 尤其他又是跟郑运鹏一样 隶属于新系 他们是这个 等于是同样派系的一个同志 怎么可以讲这种 讲他人威风灭自己 自弃的这样的话 所以他一定要讲 我们会赢 我们会赢 这就像过去 有很多场选战 即便大家都知道 这个某某候选人 就是一定会输 但他的团队们都会说 他会赢 打到最后一个 陈其迈的2018 整个团队 还是认为他们会赢啊 即便他们已经知道 民调已经落后了 他们还是得要对外说 他们会赢 这是选战的策略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 种种的民进党的这个动作 你都可以看出来 他们对桃园的选情 非常焦虑 那我们再看一个 昨天在网路上出现一篇文章 因为今天刚好是军人节 昨天出现一篇文章就说 比如说转贴是某某某的脸书 然后呢这个是他的 某某某这个人的 朋友的爸爸写的 这个 你知道我看到那片我笑死了 这个 先是A 然后再从A的朋友的爸爸 哇转好多圈 然后内容第一个是说什么 说什么朋友的爸爸是 这个张善政的高中同学 然后说呢这个 大学毕业之后呢 为什么张善政 可以出国这个念到博士回来 马上去工作 为什么他爸爸就要去当兵 哎呀好 第一个他质疑张善政没有当兵 那这个有没有当兵我觉得张善政自己讲好 再来后面他讲说 哎呀这个这个张善政 哎都是读土木的 从大学研究所到博士班 都是土木的学历 为什么可以拿到农委会这个资讯相关的这个标案 为什么可以进到宏基 一定是特权 一定是这个国民党党国体制下的这个这个幽灵 在呵护这个张善政 你知道我看完那篇文章 我只有一个一件事情就是说 那你们可不可以Google一下 你知道张善政 他是在博士后的这个在这个美国 他是学这个所谓的电脑 他在那边是做这个电脑这个研究室的实验室的 所以他190年代回到台湾 他做了将近八年的这个国家高速电脑中心主任 在宏基之前 他是在任职有一个这样的职务 所以我觉得今天要攻击人 要抹黑都没有关系 这是选战嘛 选战就是这样打来打去 但是至少得要有些有凭有据 那看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好笑 因为已经没有招了 得要出这种这个叫奥博了 当你看到绿营开始出奥博的时候 那你就知道绿营的选情有多着急 昨天很多啊 昨天网路上彻翼 大家都在分享这篇文章 那我在想这个张善政 比如说他昨天开始讲这个 他开始打一些预防针嘛 说什么可能会有报匪文啦 或什么 我相信这个他们团队应该也都有 接到很多的讯息就是 领先的人才会被打啦 你现在你有看到张善政在攻击郑玉吗 没有啊 没有啊 郑玉棚看起来没有什么人在 这个郑宝欣攻击的对象是郑文燦 也不会攻击郑玉棚啊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这场桃园的选战 目前看起来就是说 从现在这个态势 很明显是张善政领先是没有错的 而民进党现在正处在一个党内分裂 而对外又每一个攻击的招数 比如说张善政这个农委会的报告 昨天又翻车啦 那郑玉棚不是说你六月就可以领2000万 对啊所以你看那个六月的结案报告 结果农委会一公布是200多页啊 就是各种翻车 可是呢这个 张善政的这个研究报告案里面 他到底宏基公司跟他的团队 到底有没有责任这个农委会会去 组一个调查小组去评估嘛 即便今天农委会调查小组认定出来结果 那个该承担的是谁 是宏基啊 宏基可以寻法律途径去跟农委会诉讼的 所以这个案子哦 我跟你讲是有的打啦 这个如果今天比如说农委会 单方面认定啊你违约我要跟你求偿 宏基公司是不会叮叮 他一定跟你继续打残送的 是不会在那边说那我5000万要还你 这样的案子是这种你跟民间企业作对 我想现在农委会可能也一个头两个大 莫名其妙得要帮这个执政党 来收这个摊子哦 但呢从昨天就已经有一个新闻说 哎呀看起来是初步判定是违约了哦 已经在放话了 所以他们一定有一个政治的脉络 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 如果今天这个案子是 那个签约人叫张善政就算了 你还可以这样打 但是如果今天签约人是宏基公司 好你就等着跟上市公司打官司吧 要来科普一下哦这个水神呢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 会还原成水哦 不会感染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呢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呢 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 好 好 好